空腹血糖6.8正常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何晶 陕西省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空腹血糖6.8这是一个异常的血糖 那么正常人的空腹血糖正常值是小于6.1毫米每升 所以当出现空腹血糖6.8的时候 需要及时地到医院进行血糖的进一步的检查 包括测空腹血糖以及餐后两小时血糖 有必要的情况下要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糖耐量试验血糖的正常值呢 空腹血糖应该在6.1毫米每升以下 餐后两小时血糖的正常值是小于7.8毫米每升 那么如果糖耐量试验空腹血糖大于6.1毫米每升 小于7.0的时候或者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7.8 小于11.1的时候我们叫做糖耐量受损 如果行糖耐量试验呢 空腹血糖大于7.0毫米每升 或者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11.1毫米每升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了 所以建议如果是血糖空腹在6.8的人群呢 一定要积极地及时地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最重要的心理